大家好,歡迎來到一個人發握風的節目 今天是2024年大十六個星期 今天想說的事情很簡單,是政府醫院 事緣不是差不多,是一個星期前,即是再早前跌 我媽媽突然呼吸群吻 看我們的家庭醫生 就說去肺部感染,因為他們醫生用的東西聽到肺部感染 有聲音之類的東西,即是入水或肺部感染之類的東西 就讓我媽媽吃antibiotic 吃了之後就不太有效 我媽媽就打電話說要去見我的醫生妹 我們叫醫生妹的 我和我女胞都是稱呼醫生妹妹的 朋友,你好 我和我妹妹稱呼醫生妹妹的朋友 不是爺,是朋友 OK,那就 醫生妹妹 那就 然後我的醫生妹妹就說 好像挺嚴重的 因為那一刻真的挺嚴重的 我媽媽的臉是青色的 那就 很嚴重的 但是我 醫生妹妹就沒有說要讓她入院先 就再吃一下抗生素再看 OK,那就過去了 一直以來我都 就是去了看我醫生妹妹之後 隔幾天之後 隔兩三天的期間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她是好了很多的感覺 但是 怎知道 突然間 有一天她就說 噢噢 她去問神 那 問神的原因是 因為她 自從吃開那個抗生素 就一直有餓 那就去問神 的神就說 噢,你這一刻 就沒有碰到那些東西 但是你就應該去看醫生 進院看醫生 有匆忙叫我帶她進院 那天是拜幾天 應該是拜五來的 拜五來 那就入院 那 後來我問我醫生妹妹 她就說 噢,其實她會因為 那個抗生素的關係 無相關就入院 入院 入院 入院就入院 今天我想說的是 我想 港政府醫院是 想分享這段的經歷 以及一些 我知道的事情 令大家就 明白多一點 那 由於我也說 我有醫生妹 我這個朋友是做醫生的 其實很多醫院裡面的 程度 我都知道的 有了解 有一定的了解 因為 那時候 因為所有醫生呢 都要在馬來西亞做醫生 無論你是做 私人醫院也好 你出來開 Claim都好 之前 你一定要在政府醫院實習 實習 實習一段日子 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是一定要實習 所以她都是在政府醫院做過 所以她知道 所以她知道 那我在旁邊聽得多 我都知道那些process 所以 想分享這段經歷 那是直接可以 產到去 Emergency 因為 那一刻是很Emergency 是否能呼吸 如果你是普通的 頭暈身氣 那些呢 你就要去正式的 其實醫院也有藥房 但是藥房是要排隊的 不是 以民陣式衝過去的那種 那當時 又加上我有 我朋友 醫生妹的 那個 refer letter 就是 為什麼要入院 她都寫了 很清楚 所以衝過去就入院 那一進去 那 那 就有 一個櫃圈 表面上好像應該是接待櫃圈 但又沒有人 那天 擺五 都明白很多男生要去 男生要去擺神 那 就沒有人 那 我就進去櫃圈裡面 然後 裡面的櫃圈就有一個機 就說 我 就是 那 我 應該是這隻 就這樣 那之後 到我了 等一陣就到我 等一陣 不是一陣 都一 不唱 但是都不是馬鈴圈 那 就這樣簡單 那 那 跟著 就 就 就跟那個櫃圈說 我要記錄 他就問 蛤? 你 做了什麼 我馬鈴圈不好 抱歉啊 我沒有什麼其他意義的 只是 我沒有什麼其他意思 我只是說 我 我不熟馬鈴圈 那 那 他說 你應該去做那個 我 那 那 他就 回到那個櫃圈 那我回到那個櫃圈 真的沒有人 但是 旁邊 就有一個 另外一個 第二步 那 就有人 那 我問他 我是不是在這裡做這個 他就 等 他就填一個方 然後 他就說 我說 是 呼吸不到 那 他就說 那你是不是心痛啊 然後他就去寫 寫 寫 不是 胸痛 櫃圈 就 去寫那張子重高 是 櫃圈 就是 胸痛 然後就說 你要 做 啊 心臟 那個 規律的 調查 他就說 你進去 那這次我就 列出了 列出了之後 他就叫我去那間房 我就去那間房 去那間房 看到沒有人理解我們 那間房 那間房 沒有人理解我們 之餘 那間房 沒有人理解我們之餘 那間房 沒有人理解我們之餘 那間房 那間房 裡面一個人 又在打電腦 沒有理解我們 那 那 我媽媽就在那裡 喊吹 怎樣怎樣怎樣 那一刻 我真不知道是怎樣 那一刻 我唯有问那个正在按电脑的人 那个电脑人就说 我不是这个跌百元的 你不要问我 我不懂的 你问老师 我说 啊? 我等一会儿 都真的没有人进那间房子的 后来又走了 没有人进那间房子 接着我问旁边那边 旁边那边 那个老师就说 你等一会儿吧 那又没死得 即是言下之意 不是真的这么说 不过 他的意思就是 你又没死得 你再等一会儿 那我等 OK 其实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 没问题 我都明白 那个急证室好望大家 但至少 你有个人可以acknowledge 你等一下 因为 其实 要做那个心跳的规律 那个机 都很限制 不是 不是有一架机 扔了在那个房子里面 是在外面 周街 share你share你用 所以你想想 整个急证室 可以 十几人 十几个患者 在那里的时候 他要出来 需要用 我完全明白 但有时不明白 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 至少 你要等 那架机 至少 哪个护士 都会说 你等一会儿 那架机好了 就轮到 至少 可以这么说 大家都知道 在等什么 后来就做了 做了个心跳 那架机 然后就去到 那个 去到一间很大的房子里面 很多那些所谓 陌生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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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陌生的病人 但是 还可以拖那种 就不是说 立刻下一秒 你会死的那种 就会拖 不是拖 就是他会 放在大房子里面 慢慢拎 搞定了 心电套 就走去 走去那个急症室 急症室 就有一堆 实习医生 还有一个大医院长 好像驱惑 那 接不接这个病人 是这个崇拜师说事 那他就 好一念不削地望着 就问 为什么要入院啊 那 你不要 我都明白 可能有些人为了握 我希望什么都会 准备入院 但是我真的不想入院 是吧 是吧 是我妈妈觉得 很辛苦了 她要入院 所以 她的语气很差 态度也都相对差 我是不太喜欢 那他都忙着忙着 她说了两句 一句颜色 就给那个护士 她准备个床位 那才 上 落下 那 上了床位之后 那 因为有这个 那 那 那 我妈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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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 实习医生 就开始 解释了 开始问那些东西 都没有问题 那些实习医生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就搞搞搞搞大论 然后 照X光 然后 照X光 一 一接手之刻 医生都没有来看 就 扔了一封 方向 叫我们去照X光 那就照X光 这也是没问题 因为我妈还能行到 那 护士问你行到没有 行到 你就自己走去 X光 那 就走去 照X光 走回来 再等 期间都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都等了 那些护士又成 那 那些护士就 不是 那些 那些 实习医生 就 就做 初步检查 这个是正常的 那 看完之后 她就出了一些 一些药方 就是治疗的方法 基本上 我妈 她们发现肺部即睡之后 就给了一个利尿剂 即是给她促尿 希望可以排水出来 后来我问我 我的医生 我的医生妹才知道 整个情况是这样 那些我不知道做什么 只知道我 她说 护士跟我说 可能会来尿 之类的东西 帮我妈装料袋 那些 那些 我我我我 那 搞完一大论之后 到时 就算 就像你看电影 那样 那些 避免死了 那些 病人的病情 就是 她不会立刻死 或者可以立刻死 它就可以 在另外一个 没有那么紧急的 就是 你 我们叫黑色尽 红尽 就是很紧急 黑色尽 就不紧急 但是 要小心 而且 冰尽 就真的不理也不会死 那些 当然还有炎血 那些 那 所谓的排尿之后 就是 那些 实习医生 和 计划医生 他们讨论 那些 照片照片 就讨论 就 决定 被我妈排尿 就 就将它 放了去 另外一个 黑色尽 那这个 程度 都是 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那些医生 都没有什么问题 嗯 我 等一会再说 总括 整个 那 都没有问题 OK 那就放了我们 黑色尽 OK 放了我们去 黑色尽 黑色尽 又有 去到当籍的 呃 。 对 不是 当籍的 实习医生 当籍的实习医生 那 好 不 所以 我们进入那一刻 那 顺房的大医生 呢 就 刚刚看完 一个 就走了 那 我们就等吧 那 那些实习医生 就走過來看我媽媽,照顧小小小的事,問一下 然後她就跟我媽媽說應該要入院了 我媽媽聽到這句話就說不入院了 但問題是,在這一刻我們要等那個大醫生進來 因為這些實習醫生最主要都是做初步診斷 然後就回報,我媽媽醒了,我就問醫生 因為我大概知道在等什麼 所以我就安撫我媽媽,說可以了,我再等一會 直到我終於見到一個純房的大醫生來到,我知道差不多了 結果她一個人過來,所以你唯有等 那些實習醫生就會將他們的初步診斷 我做了一些事,我覺得是這樣,我做了一些事,我覺得是這樣 就跟這個大醫生說 那如果有補充的大醫生就會自己補充 如果沒有,就說OK,你說的對話就實行 那就是這樣 所以,但是這個大醫生和這個實習醫生要順滑 要順滑,順滑整個東西的 所以,我不知道排隊幾個,我媽媽 到我媽媽的時候 她的實習醫生就跟大醫生說,這些情形 我打算要讓她入院 她的大醫生也沒有說,不用想 因為聽完那個回報都知道,不用想這個案子 入院了,但是就聊一聊,他們就聊到 今天拜五,明天拜六星期,他們來聊聊聊 等待我再說這句話,是怎麼回事 那她在我媽媽這個位置 最少時間,比較長一點的時間就是聊 明天拜六星期,怎樣怎樣怎樣 有些事情我沒有聽清楚,因為我不是在旁聽 但是,嗯?有些事情 那就聊完了,就過了 過了我媽媽,沒有什麼好聊 因為實在是,你遇到廢積水 我媽媽又省高,又接近80歲的事情 不用想,你放在她家裡有什麼事的時候 大醫院比較方便,因為一旦缺氧,她可以有供氧機那些東西 是好一點 所以就讓她入院了 好,那 搞完我媽媽之後 她也還有後面有病人 所以她 看完我媽媽之後 那個實習醫生和大醫生也還有 嗯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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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病人要看過去 那 其間我媽媽就不斷問 哦,要入院了,要入院了 就開始問 這個問醫生 喂 那個實習醫生和我大醫生還在聊 還在看其他病人 你現在打擾他們做什麼呢 我知道你入院 等吧 我都說等了 OK 那就等到 大醫生看完了,走了 好,那我看到實習醫生回到櫃桌 開始做很多事情 我知道這個才是時候 那我就去問了 第一 因為我知道 你發炎也好,你積水也好 你是吃ND白油滴的 那我還有醫生朋友 已經給了她一些白油滴 那我就問她 這個還吃不吃 那她說不用吃了,因為她會用更強的ND白油滴 那我就說 嗯,可以,明白 接著我就問 接著她就扔回一句 我會讓你媽媽入院 你知道嗎? 我說,我知道 然後我去同辦回去 那什麼時候會入院呢? 她就說 她只是一個很吊詭的笑容 對著我 她說 常常病房 又 病房 就讓你上 那我就 嗯,我聽到這句 嗯,明白 那我就回到我媽媽那裡 病房 床位 我就跟她說 OK,你怎樣怎樣 因為那時候已經接近10點 我記得我到醫院那一刻已經是1點 然後到晚上是差不多10點 我已經站了10個小時 我都算累 因為 全程我都沒得坐 整個醫院是沒得坐 只有床位而已 那叫我坐床位 這個也不是問題 我沒有投訴 我只是說我真的很累了 那一刻我聽到這樣 我已經知道 OK了 剩下的東西已經不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就唯有走 那我搞大脈 怎樣怎樣怎樣 我就 拿些東西走 這樣 OK,在這個位 我就是希望大家都明白到 這個程式是這樣 你沒有得快 沒有得慢 你沒有得點的 你一定要等 那個大醫生來到 當然 如果期間 你的病人有不舒服 你都可以叫那個實習醫生 即那個當值醫生幫你看 因為他其實都 雖然叫實習醫生 但你都真的懂 那他都可以幫你多多少少 可以減輕 那如果只是沒有病生 那就沒得幫 但如果真的病情加重 那他當然會幫你 所以 除此之外 你真的要等 你要等這個大醫生 那這個就是政府醫院 和私人醫院的不同 那你給錢 還是不給錢 所以 在這個階段 其實 我沒有對政府醫院 我沒有對醫生 或者護士有什麼意見 我沒有完全是OK的 他們都很友善 很親切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唯獨這個等 因為我知道 某個層面 我對那個process 就有了解 所以我知道 我是要等那個 巡訪的大醫生 來做決定 而我媽媽 所以你可以很明白 如果 我和我媽媽都不明白 這個淚氣就會 這個不滿就會 聚集起來 到最後 就是 就會造成不滿 所以我覺得 政府已經可以做好一點 如果可以解釋 這個process 為什麼要等 即是 一天進來 你的當職醫生 可以說 我要等大醫生 那你等一下 那 第二生幾點來到 其實都有一個時間 不過又早會遲些 因為有時候 他在他的病房 都會有延避 但是 有些時間 那 大家都 都知道 我覺得這個可以做好一點 那 那 第二天 就 拜六 拜五入房 醫院 拜六之後 我媽媽就叫你 他說 他轉了去 其實 這裡就是 剛才那位的病房 他說他轉了去 一個觀察病房 就是 Imagine 裡面的觀察病房 那其實有什麼一回事呢 其實 常高 那些 其實我媽媽這種情形 叫外科 應該是 我沒有記錯 我不熟悉 你不要挑骨頭 那 外科這個 醫院 因為 你心臟病圈 什麼東西都屬於他 所以他經常很悶 經常很悶 其一 其二 所以 拜六 拜六 拜其實是沒有 醫生 去 被醫院 沒有醫生 去被病人出院 那 上高的病房 沒有病人出院 那 你這些 emergency 就不能轉進去 是這樣的 他們的 process 是這樣的 所以 就把我媽媽定了 向那個 緊急的 emergency observation 就是觀察病房 那都沒有什麼 其實 不同的 只是你沒有傷到病房 但是 所有事情是要 kickstart 比如說 要一直延遲我媽媽的血 要定抗生素給你吃 要給尼尿 那 我媽媽的情形 比較複雜些 就是 你給尼尿 她排水多 但是 你知道 你身體流失的水分多的時候 你身上的 身體內的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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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物質 和那些電解質 會失平衡的 因為 你 就好像我們 套 我們要補回 一些鹽分 都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 它就 鹽血 這些 其實 除了你沒有上到病房之外 所以 你已經開始了 你的療程 接著 擺錄 搞定 一星期之後 今天 我媽媽就說 醫生被她出院了 其實她很高興 因為 問題是 其實她不是很大問題 她雖然說 她呼吸重了 吸不到氣 但其實 她可以走 所謂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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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不過我們是這麼說 她是可以走 所以 你讓她這樣睡 她真的很辛苦 所以 她也 撐不住 我一聽到 可以出院 我可以出院了 就把她收拾了 出來 OK 所以 醫生就說 她不可以喝超過 八百事事的水 因為 如果你喝太多水 你的心臟 因為心臟不好 心臟不好的時候 她就會把水泵到肺裡 你的肺就積水 一積水 你又出現這種問題 你就要入院 入院又好 那 老人家 其實都真的 不要入院 因為入院 暴露 在那些細菌的環境 的確都不好 不要說老人家 我們一般人 進去都不好 何況老人家 還有病 抵抗力差 所以她 其實是一種 很教訓我的 口氣 在層面上 其實 我不知道什麼事 我不知道會 喝水 其實我媽媽 真的喝水 喝得很餓 她很大聲說 我喝兩個Litre一天 兩個Litre 和八百事事事 來比 多一倍就可以了 大家都不知道 現在知道了 就可以了 醫生只是 一個 雖然她 說法好像在罵我 但我明白 她都是一種 關心體貼 而 很肉赤的那種 感覺 所以我對醫生 都沒有什麼意見 我就覺得 不錯 感光粉 接她出去 OK 這樣就結束了 整個故事 當然我明天還要拿回去 拿一些藥 還有一個月後 要一個報告回去看醫生 OK 這樣就結束了 OK 首先第一 我很感謝 整個療程是不用錢的 哈哈 我也在想 為什麼不用錢 所以後來我開車回去 去問你 問護士 為什麼 我去靠得付錢 靠得就說 你需要一個方法去付錢 你回去那個 那個 病房問護士 拿那個方法 你才可以付錢 我說 OK 我回去問 然後護士說 不用付錢 因為你沒有上房 你說 你建的懷孕室 是不用錢的 除非你上代上 住上高感 你就需要錢 我心想 哇 在整個療程裡面 第一 要照心跳 然後照X光 然後有尿袋 然後有呼吸 呼吸 呼吸那隻東西 你看電視機那隻 如果你看電影那些 照響嘴那隻東西 是一人一隻的 用了就要丟 用了就要丟 都是錢來的 你都看到那些錢 那些全部都是錢 那整個程序 是不用錢 或者是DN 我就想 哇 厲害 如果你的私人醫院 就不是這條數 你的尿袋 又不知多少錢 你的口袋 X-ray又不知多少錢 那Ultra Sound 都照了兩倍 那 嚴雪又嚴了 不知道多少倍 那是真的 全部都是錢 那些是私人醫院 那政府醫院 不用錢 我覺得 不錯 挺不錯 所以 很多時候我認為 大家 就 自己 要 所以今天 我 說完的 雖然整個過程 是很 很長的 但是有時候 一個人 發了一封 我都純粹想發了一封 就是想知道 想給那些人聽 你有興趣 你就聽 你沒有興趣 你開山了 因為我認為 因為我認為 分享這個過程 大家有一個預期 是好一點的 那 政府醫院 就是這樣的過程 基本上 現在是這樣的過程 我不敢說 以後不會改 但是暫時都是這個過程 而 我 跟我的醫生妹 做開 十年 我估計 十年 十年都有 即是說 十年內的過程 都不是真的好變 我估計 所以大家可以預期 你到底的時間 是怎樣浪費 怎樣等法 你自己去衡量 你不要等 你去私人醫院 你一進去 全部醫生 就湧上來 不用說 因為全部是錢 是不是 你去 政府醫院 就是你自己移動 去見醫生 而私人醫院 基本上就是 醫生見你 因為你是給錢的人 那 對 整個 這個程度 真的沒有錢 接著 我看他拿那些藥 都有價格的 那裏有法醫師 也不用錢 我估計 都有百多二百元的藥 又不用錢 這是政府醫院 唯獨是時間長 你看到我 在那裏有十個小時 然而 我覺得 現在政府醫院的醫生 護士 都真的挺不錯的 原因是 他們會想學習 中文的 最主要是華語 他們會想學習華語 一些基本的華語 所以他們醫生 可以直接 或者護士 可以直接 跟他 好像我媽那樣 不懂馬鈴文 你可以直接跟他聊 做簡單的溝通 好像今早上我媽出院 都是護士跟她說 你可以出院 那怎麼知道 我媽就是 就是護士會 簡單的 好像出院 吃藥 這些東西 肚痛 頭痛 她都聽得懂 也可以問 所以我覺得 如果那個人 抨擊政府醫院 我覺得是不公平的 我覺得是不公平的 那 他們真的有努力 我不會說他們 做得不好 就這樣 但是時間長 不能說 OK 政府醫院 那 接下來就是 如果聽過節目的人 以前都聽過 我經常反對 貼錢去 貼錢去套 這些 原因就是 我們說 人生四件事 生老病死 你套 車 不是在生老病死 裡面 但是 生 老 病 死 這四件事 都跟你的醫院有關 你出生在醫院 是不是 生老 路了 你很多事情 要去醫院搞 醫生三高 那些 你都可以去醫院搞 病 更加不用說 死 有時 你都可能死在病床上 所以 人生 生老病死 一定要去醫院 那 我都說過 錢 駛在車 駛在 駛 你都要先駕駛 才享受到 但是 生老病死 是 從你出生 零歲 到你死 那一刻 一百歲 你都可以用得到的人 全個國 都可以用得到的人 所以 如果可以貼多些錢 在那裏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譬如說 那些 Ultra Sound 呼吸機 那些 全部都是出去出去 如果不是說 真的做到一人一架 但是 多幾架 其實不是會好一點 因為我看到 Ultra Sound 我真的一架 走光了 整個 整個 安全 前面的 剛剛接待 和 我媽在我等的 Ultra Sound 那些 全部都在借同一部機 我看著他們走來走去 非常推來推 所以 其實 是不是可以兩部 三部 會好一點呢 好像心跳機 都是 心跳機的護士席 說 壞壞的 查不出來 那 我朋友就說 如果不是緊急的 會等很久 這個是事實 因為醫生不夠多 護士不夠多 治療處理 所以 我的想法是 其實我們是否可以 不要貼這麼多 不要說 New Year Eve 又通3 將一些錢省回來 給回政府資源 會不會好一點呢 多一點醫生 多一點護士 多一點衣服 多一點衣服 那 如果整個東西好一點 其實我們是可以 完全全省回 一些 醫藥保險的 我們有什麼事 去政府醫院 但很多人不會去政府醫院 是因為 浪費時間 所以 所以 我認為 應該要這樣 應該就是 要把資源 把資源 全都放在這裡 再來 既然說到醫院 其實 在醫院的時候 我看著所有東西 我都是有所得著的 有時候 除了想政府 應該多放一些錢 在醫院之外 其實 很多時候 其實 還是 還在環繞 之前 那個視頻 就說改名 很多時候 改名 我心想 改什麼鬼名 你想賺什麼錢 你想發什麼錢 說真的 善終 才是 其實 才是 最好的一件事 我不管你多少錢 但是 你 你善終不到 你 你 你 很簡單 你 你 你很有錢 你開始 私人醫院 但是你心臟病 一直在痛痛痛 你死不去 你在醫院那裡拖十天八天 或者 一年半年半載 你 那你怎麼樣 你是不是怎麼樣 醫生 幫不到你 那一刻 所以 善終才是最重要 有時候 我心想 你求這麼多東西 為什麼不想求善終呢 好像 我一個 賣 給我們 的人 那個 我們 覺得他很好 因為 他臨 年三十萬 應該是年三十萬 應該沒有記錯 年三十萬 全部人 回來 兒子女兒回來 和他吃 團圓飯之後 大日他就沒有再醒來 就沒有再醒來 是悲哀 有人過世總是悲哀 但是 喂 不用痛 不用整 就這樣下班 你還想怎樣 是不是這樣說 因為 我身邊 很多 如果聽過我舊節目 都知道 我二百 是 弄到 背部爛爛了 才能過身 之前已經不能走 躺在床上 因為他長期 躺在病床上 雖然在家裡 沒有擦到他 沒有翻身 他都真的很辛苦 對不對 所以 我身邊很多老人家 有些都真的 不太容易過身的時候 你 你求錢 求什麼都 沒有用 你幫不到 你沒有一個時鐘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真的求你要改名 我覺得你要改的就是 你要健康 就算求長命百歲 你都要身體健康 才能長命百歲 不然 你一百歲 有八十歲 開始 就睡床 睡到一百歲才去世 你自己想 你是一百歲 但是 那二十年 你怎麼過你自己去想 所以 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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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今天我想說到 總結 政府醫院實在不太差 如果你問我的話 是值得考慮的事情 不要把他們當作仇人 然後你想了解的情況 你就 整個程序 你就跟他們聊天 跟醫生 當場的醫生 或者護士聊天 了解過 了解過程度 了解多一點 他們想幫到你 他們一定幫你 但是 內何的程度 就是在那裡 譬如說 病房也是 上高母病房 因為我早就知道 第一 上高母病房 你是不能上去 第二 拜六星期的主子醫生 也不會來放病人回家 所以 你也不用 參謀拜六星期 拜六星期有機會 上到病房 因為沒有人出 就沒有人上去 但是 醫療程 一定會 開始 不會等到 拜一 你上到房 才開始開始 所以 不用擔心 所以 多一點 大家也可以 缺少 對 政府 醫院 的 仇視 或者不滿意 再來 就是 可以 善中 說真的 我最希望 就是 我明天睡著 不用醒 再醒來 就是最舒服 我不想這裏痛 那裏痛 才死 或者 半邊 才死 所以 求命 求你 不如求一個善中 如果你問我 也是我給各位的一個 建議 接下来 就是 一些沒有營養的事情 想聽就聽 想聽 都可以 遲 因為 純粹 發了風 有時候 我就真的很累 才上來 OK 那 昨天 拜六 就是最累最累的一天 因為拜五 已經累了我媽媽一天 什麼都沒有做 拜六 又搬屋 不算搬屋 清空我的客廳 因為是下一個靜屋的節目 清空我的客廳 把客廳全都搬出去 才可以去見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就打電話 我說 那些藥房的東西 不是醫院的東西不能吃 那 辣的東西 整個不想吃之類的東西 就吃一點 我說 不行了 我搞定我過去了 但是我就要 清空我的客廳 搬出很重的東西 搬出我很累很累 又脫水又有少少 脫水的情形 去 去 載我爸 載我爸 去看我媽媽 看完我媽 買東西 打包東西 去看我媽 然後 所以 因為 這個週末 剛好有家具展 我就要 換一個 風扇 那 帶完東西給我媽媽 就衝進去 Mid Valley 就打算 看風扇 結果看不到 看不到 我老婆 就說 Sumway Pamelae的展覽 就齊了 就打算衝過去 但是 又要買晚餐給我媽媽 所以我又 在Mid Valley 打包東西 然後就放下我爸 回家 就衝過去 醫院 又放下晚餐給我媽媽 又再衝過去 Sumway Pamelae看 這個時候 我一個朋友 就在JB上來 之前我就欠他一餐生日 生日餐 那就 跟他約會 後來見 因為他剛好又賣新屋 所以他都需要看一些家具的東西 大家去聊一下 然後見 然後就請他吃晚餐 請他吃完晚餐之後 其實我 那一刻 說就說 我說 我說要喝一杯 說就說說 我 情足生日 缺酒 就不算完整 其實 最主要是 我也想去喝一杯 因為 因為那一刻 我其實就是身心疲累 身心疲累 所以 我也想喝一杯 喝一杯 找個地方喝東西 然後就 就 喊了一塊 給朋友去圓 沒有蠟燭那些 不過我就說 嗯 激你都說 你去圓 去圓 然後 然後 去圓 沒有蠟燭那些 一段 一段 一個時間 再問他 你 你 許完了沒有 許完了 我們就撤擊成這樣 所以 當是一種 那 到今天 我今天 也是 一早 就 不算一早 做得到12點 1點 又是接我媽媽回家 打包午餐給他們 然後教得來 我回家 我坐在那裡 繼續做我的事的時候 我 看電 我在電腦前面 看著 一個 坐門的世界 一部狗戲 知道嗎 看著我 真的睡著 所以 其實我 沉悶上 我知道 我身心真的很疲倦 但是 所以 做這期節目 除了想說 醫院的事情之外 就想說 說我的經歷 就是 純粹反一風 就算是 行我神情 好了 今天真的 打擾了大家的時間 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今天的節目 到此為止 接下來 我要錄一集 講關於 佛法的事情 關於 錄波羅 那 朋友就說 叫我 說 我談了一些事情 他就 叫我 開波 說那個事情 我就 我就 不知道 他 他想我講 綠波羅 還是遲解 還是什麼 不過 沒有所謂了 我都想趁機 說一說 那樣 希望我講了對他有幫助 但是 我先 聽了一個 直播 接下來 我才 開一個新的直播 那 浪費了大家補貴的時間 就不好意思了 但是 我實在希望大家 多點了解的程序 可以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下條片 再見 OK 拜拜